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旅程左右万里 时差却最多一天 世事上下千年 却偏要说出瞬间 2017 世界依旧很大 大到可以小说 与小说一起聆听世界的天籁 本节目由东风日产天籁冠名播出 各位小说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在我的工作的地方 阿里所在的杭州 这是杭州的一个酒店 因为我来参加会议 然后就在这录了 这就是咱们这节目的好处 在哪都可以录 所以我也不用在杂书馆里 坐在一个木凳子上了 我今天坐在一个非常舒服的 这个移动的沙发里 这沙发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东风日产的车座 这个他们为了让我舒服点 然后把这车座给拆下来了 给运到这了 以后基本上这车座就跟着我了 坐上去确实比坐那个 中国古代的凳子要舒服很多 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其实我想了很久 要不要聊这个事 但是最后还是说聊聊吧 这个因为每个人心中 都有他的三国 我一说这也大家乐了 因为说这还用你讲吗 这三国大家 恨不能从生下来就耳熟能详 而且三国这个事 不光是咱们中国人民耳熟能详 这整个东亚人民都耳熟能详 你到日本去 你到韩国去 在日本实际上 日本的文化里 甚至都没感觉到三国是一个败国的事 日本人就觉得 这好像就是他们自己的历史似的 因为太耳熟能详 然后太多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戏剧等等 这些人物全都张口就来 并且我从小玩这个三国的游戏 三国志 我甚至有一阵子都能看懂日语了 不知道有跟我年纪一样的 小时候玩那三国游戏 那还没汉化 是直接使着日本这个原版的游戏玩的 当然人名都能看懂 人名都是汉字 地名都是汉字 这就够了 因为基于我们对三国的充分的了解 后来慢慢连那对话都能快看懂了 因为每次上阵要打 就蹦出来一串日语 加俩中国字 汉字吧咱们叫 后来慢慢玩久了 说我已经差不多能明白一些了 但是后来不玩三国了 就又忘了 短时间那日语那个速成是靠三国游戏来的 就跟那时候港片特别牛逼的时候 以及自打天王的时候 大量的人都能懂点粤语 我也能懂点粤语 我也能狼奔狼搂 我也能满了一层层拥不刀 对不起啊 现在完全不行了 那会还能拽两句 所以这个文化的这个传播很有意思 伟大的文艺作品 不但传播了文艺 而且还传播了语言 最开始是从中国往那边传播 后来人把游戏做得好 又从那边往这边传播 这三国是我们整个东亚民族最大的共同语言 这个仨国家人坐一块 聊三国就能聊一晚上 所以这个时候 电视剧也拍了那么多电影 然后哇这个京剧就跟我们都说了 京剧好家伙 恨不得那三国从上尾的事京剧上都有 没有的事京剧员也有 所以大家最后说还有什么好聊的呢 但是我心里也有我自己的三国 就是我小的时候看三国 那肯定跟所有人都一样 觉得牛逼啊 这个关云长 关二爷多厉害 到现在还存着那个好几十本 那蓝皮的小儿书 那蓝皮小儿书画的三国 是我觉得中国的 不光是古典名著吧 就是中国的小儿书里头画的最好的 那可能是因为我老了 我现在不看小儿书 不知道现在长啥样 但是那时候小的时候 不但看三国演义 然后就开始看着小儿书 因为小儿书虽然这个没那么详尽 但是画的漂亮啊 每个人都栩栩如生 张辽的盔甲啥样 张飞的啥样 马超的 哎呦 那个头上那盔甲那样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很厉害 那个时候的那个造型 像三国里那么多人物 文武那么多 然后居然那个造型 把性格都给弄出来了 后来长大了以后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当然长大以后 你也读了三国志咯 应该这么说 三国时代传下来的正史的史料 包括考古的史料 都不是那么的丰富 所以三国史这事 好像在学术界 不是那么被重视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 当然第一 史料也没那么丰富 不像你轻史 心情史 大家很汉牛冲动 研究这个那个 但是三国这比较遥远 三国之前秦汉那就更少了 再往前都说不清楚了 已经 所以三国史料没那么丰富 一个三国志 一个裴松之的注解 其实主要就是这俩 然后还有一点 其他的东西 是我看过一个什么 有点片段在里面 然后出土的东西 也没有那么丰富 再加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学界呢 一直有那种荣誉感 就是我研究一个 你们都不懂的事 那才是一学者嘛 说你是研究什么呢 说我研究三国的 黄考小儿也可以跟他聊两句 说三国我懂 然后我跟你聊聊 所以这学者就觉得 我研究三国 这事好像 我也不想蹭上脸 而且我也不想 转变你们的观念 你们都觉得 这观光脸红的 这个曹曹大白脸 我也不想转变这个 而且在家史料不充分 所以就研究三国 一直也没有成为学界的显学 其实在日本韩国倒还有 很认真的研究三国 在咱们这好像 我看那些研究所 什么这那的 秦汉史所 那是一大所 魏晋六朝 那是一大所 一级所 然后这个 好像没有看到 中国有什么一级的研究所 是什么三国历史研究所 因为它被拆成了 秦汉里头 有一点三国 然后这个魏晋南北朝 也有一点三国 所以大家分头去 把它给拆开了 但是有一点我一定要说 就是在三国时代 你说是因为历史造就了人 还是因为人造就了历史 总而言之 由于杰出的人才太多 导致在很多方面 已经做到了 不光是中国历史的极致 而且在世界历史上 都可以说很极致 很极致 包括为什么 大家看这个军事联盟 三国时代的谋略 应该说一到今天 都没有过时 已经基本上把政治谋略 军事谋略 外交谋略 各种各样的谋略 从龙中队到初始表 从折战群雄 到魏国朝廷上的 多次大辩论 那个谋略在三国时代 已经做到了极致 应该说比春秋时代的 春秋时代也有很多谋略 也有苏秦张仪等等 但是比那个又前进了一大步 基本上已经把中国历史上的 谋略这一块做到了极致 这些大明氏创造的 这些光辉的思想 一让毛主席打仗的时候 都一直在床边 放着三个原意 然后随时分砍 谋略全在这里头了 把一些事情做到极致 你这个时代都名流青史 大家想想中国历史上 那么多个朝代 三国应该算是最辉煌 最名流青史的时代 在这之前咱们也在讲 各种各样的历史的说 稍微再提过两句 中国历史上因为战乱 这个人口减少 比例最大的 当然不是绝对数最大的 绝对数最大的可能太平亭国 就是杀的人最多 但是太平亭国时期 清的人口已经很多了 这个相对的比例最大的 那就是三国时代 所以三国时代 你从稍微换一个角度一看 那就不是那么多公子王孙 那么多王后将相 那还有中国历史上 最苦难的时代 那比元朝来的时候 比清朝入关的时候 那死的人口 丧失的人口的比例 都大的多的多 那就出现一个角度 然后又开始看西方历史 看很多 后来说 这个西方的历史 日本的历史 也有过这种群雄纷争 也有过各种这样的 这个很像三国里面的 各种性质的东西 后来说 既然都到这岁数了 也想了这么多 那我也来聊聊三国吧 当然了 为了增强趣味性 因为咱们的节目趣味性 还是第一位的 咱们先开一个大题 这就叫做 我心中的三国梦之队 就是我心中的三国 如果是组成梦之队 这仨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元首应该是谁 元帅应该是谁 大军师应该是谁 大军师现在这么谎 然后骑兵应该由谁统帅 步兵应该由谁统帅 这个水军该谁 这个中央勤务局局长 应该是谁 然后这个中央警卫局局长 应该是谁 谁应该当民政部长 谁应该当卫生部长 等等吧 这个就是我开个脑洞吧 然后这样我们好有个线索 来聊聊这个事 然后我要说一点 虽然正史有很多争议啊 裴松之的那时候 就已经较证过很多 但是后来因为出土东西啊 等等 正史里有很多讹传 比如正史里写 他祖唱是谁 那这其实没法考证 所以正史有很多灭误 但是总比那演绎要更准确一点 所以我的这个孟之队 以及咱们现在开始谈的三国 我应该这么说 除非我专门说 说这是演绎里的那部分 因为演绎里的部分 有的演绎的太精彩了 然后咱也拿来聊聊天 但是只要我不专门说 这是三国演绎里的 那基本上就是正史里的 所以正史就是三国制里的啦 裴松之的读解啦 但是三国制不是观修的历史 三国制是他自个儿写的 私传的历史 其实我们著名的 二十四史的前四个 就是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制 然后在历史上管他们叫前四史 这四位最开始以一举之力啊 为中华民族修史的大师 人生都比较惨 也不是观修历史 也没人给经费 自己努力收集资料 那时候也没Google 就是到处收集去写国家的历史 所以前四史都是私传的历史 然后都挺惨的啊 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受了攻刑 就是给阉割了 班固是因为私传历史被发现了 说啊你还私自写史 你还了得 还给他关监狱了 但是后来放出来了啊 范叶写后汉书的 就后来给斩了 当然不是因为写历史给斩了 是因为直接参加了谋反 或者被诬告参加了谋反 总而言之被杀了 陈寿呢还算好点 这个但是就一直被贬 在蜀国也被贬 因为他不愿意 巴结当时的权臣叫黄浩 到晋国也被贬 说因为他不笑了啊什么了 所以就这四个命运都比较倒霉 但是他们四个写出了 中国最辉煌的前四史 所以前四史为什么在二十四史里评价最高啊 其实就因为是个人写的 个人写的就没那么官僚嘛 那就官修历史 一帮人坐那商量投票 然后收集一些史料 就没有那种情怀在里面了 所以前四史文学性也很高 尤其是史记啊 鲁迅先生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嘛 就是文学价值也很高 三国志文学价值也不错 虽然是最简练的一个 但是文笔还是比较优美 汉书还不错啊 因为汉书也是大才子 班固和他妹妹都是大才子写的 后汉书就稍微文学性差一点 我还记得我中学的时候 古文课免修 因为从小都会背 然后上古文课的时候 老师在那上课 我就专门弄一桌子椅子 在旁边读后汉书 然后那时候因为爱嘚瑟 还专门把那后汉书举得特别高 那意思你们还在那背什么 岳阳楼记呢 我哥们都看后汉书了 后面的历史 从晋史开始 就大量都是观修历史 在房玄林奉兆编的 当然不是他爷爷写的 晋书里面 陈寿传里 对陈寿是有饱有贬 虽然说他善叙事 有粮食之财 但是同时又说他小心眼 因为他没钱 这个私传历史 然后收集工作 得花很多钱 所以说他企图受贿 去找人丁瑜的儿子说 你给我千壶米 我就为你爸作转 因为能在史里留转 当然是很重要的咯 然后又说 因为陈寿他爸 曾经做过马素的参军 然后这个诸葛亮斩了马素 所以他爸也受了连累 所以他对诸葛亮就很不满 然后在传里头 把诸葛亮写了一些不太好的事 然后来有人考证说 丁瑜儿子这事是假的 因为他没后代什么之类的 反正正史里也有很多讹传 这个说历史经常说到 被人诟病什么也很正常 因为即使是观修历史 像这个房玄灵修的历史里 后来也有被考证出来 好多说这不对那不对 反正修史永远就这样 隔的时代远了吧 有些东西就讹传了 但是大部分东西看清楚了 隔的时太近了 很多东西还没有被披露出来 你又不知道全部的真相 所以修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其实《三国演义》里 大概七成都是来自正史 三成是演绎 演绎的没有后来那么厉害 再后来就上了戏剧舞台了 那就又给演绎的更加厉害 举个小例子 《三国志识》二十四史里写的 如果还有人说二十五史 甭管他二十四十二十五史了 反正就是中国的这正史里头 写的最简练的 所以也给了大家机会 说既然你这么简练 我就演绎呗 然后《三国志识》剪到什么程度 孙权把这妹妹孙上香 嫁给刘备 哇 《三国演义》里一大片 写了很多阴谋诡计 周瑜打算弄一个陷阱 让刘备来 然后把刘备给办了 然后这孙权一见刘备又这个呢 然后孙权的妹又觉得刘备不错 然后反正就是一大堆 然后到了戏剧上演绎的就更厉害了 一大出戏剧场 这个单路寺就讲这事 然后吴国泰怎么怎么出来 然后乔国老又如何如何 乔国老就是大乔乔乔他爹 吴国泰后来就变成了孙上香他妈了 其实不是 正史里他不是他琴妈 多说一句啊 孙上香是民间戏剧里孙夫人的名字 实际上在《三国志》里 《正史》里他就没名字 《三国演义》里说他叫孙仁 但是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著的时候 提到那个孙仁是一男的 是孙权的弟弟 不是一个妈生的 是庶子孙朗的 别名叫孙仁 所以《三国演义》这个可能是看串了行了 就是把孙仁当成女的了 京剧里光这个 说这刘备跟这孙上香的事 就大概有五六初戏 最著名的是甘鲁斯 我还会唱 等后几期的时候给大家唱唱啊 然后还有什么《季长江》啊 他怎么最后这个《终于爱情投江》了 其实在《正史》里他就没记载了 后来怎么着啊 还有什么《孝义节》啦 什么什么之类的吧 《回荆州》一大堆 然后在这个《三国志》里呢 就只有八个字 叫全烧未知 尽媚顾好 啥意思呢 就是刘备火辣 吃壁之后 然后这个京南四郡搞起来 然后全烧未知 觉得嗯 这哥们有点要牛逼 有点要畜才的意思 尽媚顾好 就把妹妹给你 稳固那个两国的友谊 一共就写了八个字 《三国志》不但稳笔简练 而且体力也最简练 在二十四诗里 他只有记和转 他没有表跟志 其实整个这个记转体历史的体力 就是司马迁发明的 他是写了有本记啦 转啦 世家啦 表啦 书啦 表就是那种世家世系 书就在汉书里已经改成叫志了 就后来二十四诗 大家都写什么志 就有关经济啊 文化啊等等啊 这些叫志 那后来世家也并进传里面去 那所以实际上二十四诗的体力 就是记忆传表志 但是《三国志》就只写了记根传 没有表和志 缺乏了一些经济啊 文化啊这些东西 所以文笔不但简练 体力也很简练 所以呢 咱们基本上啊 以证实 然后参考《三国志》 以及其他的各种文艺作品 到时候我都会提到啊 《三国志》 《三国志》流传的一塌糊 到元朝的时候 已经很完整了 那故事 元朝就出版过一本 叫做《三国志平画》 《三国志平画》 这个和《三国志平画》的对比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我先说一下 这《三国志平画》啊 这中间大肚子都差不多 跟《三国志平画》 当然没《三国志平画》 文笔好啊 写的精彩 但是呢 他这头尾 中国的古典小说 叫《穿靴戴帽》 就上来先得说说 这个僧道二人如何如何 然后这个上来先有 真是隐去甲语村园 《红楼梦》的这个帽子 再穿个靴子 最好大地白茫茫一片 真干净等等 这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个传统 这个《三国志平画》里的 这个靴子跟帽子 非常有意思 它是这么写的 曹操呢 是韩信转生 这刘备呢 是彭越的转生 然后孙权呢 是英部的转生 这仨人就是 楚汉的时代啊 那另一个英雄时代 刘邦帐下 最能打的撒打将 也是叫做这个汉初三王 汉初封了好几个 大概八个异性王 这些异性王里 最牛的就是这仨人 这仨人立的战功最大 然后封的王也最大 这个牌最前面 所以叫汉初三位异性王 然后刘邦资格转生成谁呢 转生成了汉先帝 这太逗了 说这其实是一个轮回报复的故事 说你看刘邦你把这仨都给宰了 然后这仨转生成这个曹操刘备跟孙权 这个转生也有点不太合理啊 因为这汉先帝这刘邪 他自己就是刘邦的 多少多少代孙 这个自己转生成自己孙子 这事好像理论上不太对 但是没事 这个三国之平话里就是这么写的 然后这结尾呢也很有意思 这结尾是说 汉家的女婿刘渊最终灭掉了晋 其实咱们叫西晋啊 恢复了汉史 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刘渊根本就不是一汉 刘渊是一匈奴人 但是匈奴人呢 是有可能娶过汉家的女儿 不知道是他爸他爷爷等等 汉朝那时候和亲的时候 也经常说 哎呀你娶过女儿 其实那女儿就一宫女 最著名的宫女就是王昭军啊 但是也说这是我女儿 然后嫁给匈奴 所以匈奴经常可能说自己前辈的时候 说哎娶过汉家公主 那于是我就是汉家女婿了 这个汉名字也叫刘渊啊 也姓刘啊 而且最逗的是他称帝的时候 他叫什么呢 他叫汉光文帝 这个大家也听乐了 因为这刘秀光复汉史的时候 打败了王莽 他叫汉光武帝 大家知道这个历朝历代 文帝武帝都是这么配对的啊 汉朝就有文帝武帝 为更是了 曹操就是为武帝啊 然后这他儿子曹丕为文帝 就都说好 刘秀是汉光武帝 我是汉光文帝 所以我灭了晋 恢复了汉史 他那汉咱们后来历史上叫前汉啊 就是这个五胡乱花 说成立十六国 最开始就叫前汉 也叫 但是人家自己不管自己叫前汉 人家就叫汉 就像刘备成立那个 人家不管自己叫蜀汉 人家管自己就叫汉 是咱们为了区别汉太多了 咱们汉族嘛 那汉太多 所以前汉后汉 这个西汉东汉 然后蜀汉 其实人家自己都叫汉 所以三国之平化 这个是这么给设计的 然后到了罗冠中的时候呢 这个罗本大师写的时候呢 这罗冠中挺逗的啊 冠中是他的字 就像刘玄德 什么张义德 那是字 如果你叫他名字呢 就像张飞关羽 叫名字呢 他那名字叫本 这哥们其实叫罗本 不是那荷兰那罗本啊 足球大前锋那罗本 但是他就是罗本 等到这罗本大师开始写的时候呢 他又彻底换了一角度 他换的角度是 主汉是正统 曹魏是窜的 孙权他们就是配准 不重要 为什么呢 这稍微我觉得可以理解一下 因为这个元朝啊 他就是一个外族 外族入侵中国 然后以中华正统自居 所以这个你写这个三国的时候 在元朝 你应该怎么写呢 你当然是应该写匈奴恢复了汉史嘛 这个匈奴刘渊灭了禁 然后恢复了汉史 这元朝政府虽然没有那么严格的 那个审查制度啊 但是人家也高兴啊 看了以后 这个罗本同志是到了明朝 明朝旗号是什么 是我们是正统的汉人啊 我们是正统的汉的政权 把这个达鲁 这蒙古人把他打跑 所以罗本中在明朝出版这本书的时候 明朝可不像元朝 元朝这个出版啊 各方面可没那么严格 元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这个朝代 明朝可不是 那你得正直正确一点 所以正直正确说 你看这个蜀汉啊 是正统 其他人是窜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到了三国人义的时候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格局 这格局呢 由于三国人义这个写的非常的成功 出版的量是远远超过了这个三国制平化 其实大家都在一地儿出版了 都是在建阳 建阳在福建 就是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啊 那时候的出版大陆书的 就是魂战书的那中心是在福建建阳 出版高级书的是在德江啊 三国制平化呢 后来就完全失传了啊 在中国一本都找不着 并且在其他的记载里 好像都没有记载过说 谁看过这三国制平化 但这本书现在在日本有啊 现在就藏在日本的京都的图书馆了 而且在韩国的记载中 记载韩国人到中国来读过三国制平化 这挺逗的啊 很多东西都这样 在中国完全失传了 因为中国改朝换代太厉害了 然后每次那个毁灭性的 太厉害了 结果到日本存着这本书 韩国还存着这记录 在中国完全失传 三国演义咱就不说了 差不多应该算是中国有史以来 印书最大的书 如果不是鲁迅全集的话 三国演义形成的这个观念 就是啊 蜀汉是正统 这个刘备是一大好人 然后关云长多么的 一波云天 然后张飞多么的这个厉害 赵云如何忠诚 然后祝国亮 基本上已经神级的人物 这个鲁迅现在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 解的还算公平 就是他说祝国亮这本人太大了 在三国演义里已经尽腰 就是祝国亮已经不是人了 已经成腰了 但是在戏剧舞台上的推广 在所有文章 最后导致中国人民 基本上已经形成这观念 所以咱们这个孟之队肯定要被骂啊 这个大家都说你要讲 三国肯定可以骂 那就骂就骂呗 那就我自己的 按照正式的对大家的评价 对大家的记载 那我来这个想的这个孟之队 卢文中这个三国演义呢 30%是创作的 而且是创作的非常精彩 但也有漏勺 但明显的不是创作的 而是他觉得没多想 这个明朝的人写这个三国东西嘛 很多东西就想当然 就是明朝的事就直接给扣他头上了 比如说他说 这张角 就黄金军这个启示的张角啊 其实是一个太平道的创始人 但是他呢 想当然他就说这个张角是一个落地秀才 落地秀才 然后创了这个太平道等等等等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咱们讲过很多次 中国的科举是从隋朝才有 隋朝之前并没有科举这事 所以也没有什么秀才 也没状元 他自个儿倒没有落地过秀才 因为他成长在那个乱世中啊 他实际上参加过很像三国的这个 像元成末的冀国演义 因为像元成末打元朝打外族 其实不是那个最最重要的啊 几个大仗打完了 然后是咱们汉人自己打得很厉害 这罗本这位哥们呢 当年就是张日成仗下的 所以相当于参加过类似的这种 三国演义式的群雄争斗 但是之后他辅佐就失败了 失败以后才发奋著书 所以他写的东西非常的丝丝入口 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些人在争霸的时候 怎么玩的 然后怎么胜的 怎么败的 所以他就把这套上去了 就像我跟当年明月聊天 说当年明月你写明朝那些事 写的全是整个明朝内阁的事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懂官场啊 咱这位当年明月兄弟 本身就是海关总署处长 后来他又去当县长 所以他懂这些 所以他写的时候就全集中在这 罗本同志当然就也懂得这些了 于是就写 漏勺不止那一个啊 还有这个他那里边的书 三国里写的所有书啊 全是纸书 仿佛三国时代 纸已经非常普及了 应该怎么说 到三国的后期啊 有可能纸已经有点普及了啊 洛阳纸柜什么什么这那的 但是呢 在大部分的时候是用简的 这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证实什么有什么争议 因为就在上世纪末出土了 上万片无简 这个吴国的简啊 从那里头就大量的吴国的这个税收 户籍等等等等 详细极了啊 拿那个研究吴国 简直是太有意思了 那比陈寿解三国之这作者 了解的还细 但是那全是木的片 全是简 那不是过去那种秦汉的主简啊 那时候主简 一个简就能写那么七八个字 十一个字啊 那是一单片 一片能写好几十个字 记录了好多有意思东西 有一个稍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那里边好多好玩的事啊 他写到户籍的时候 写到这个户 家里有女儿 在很多地方底下标了美 这个字 这很有意思啊 但今天咱查户口 咱也不管说 这户口本还写着说 你们家这女儿长得美 那女儿长得不美 然后她那里头连这都标上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那会儿 可能是 这个女的只要美 就是一种资源 这宫里头有需求吧 三国的时代 是那个极为开放的时代 老婆之多之乱 就一塌糊涂 所以这美 写在上头了 不知道这大桥小桥 是不是因为五简上写了 大桥小桥美 然后把个挑出来了 这五简就不说了 总而言之 有确凿的出土文物证明 那个时候纸没有普及 但是他不管 他那时候就是写的全是纸书 再有呢 就是他的地理不够好 虽然比施南好啊 咱们之前讲 金平梅那时候带过一句 施南安那地理就更不太好 跑的地儿没有罗本同志多 这罗本同志这个还打过仗 然后到处跑 但是他主要还是在南方待着 在江浙一带 然后最后他跑到福建去 所以他对北方的地理 尤其是不够好 这个举个例子啊 河南有个地儿叫行阳 这行阳呢 在这个三个演义里出现两回 这两回的行阳呢 不在一地儿 第一回呢 是说这个董卓迁都 不是在十八路诸侯 然后十八路诸侯 是演义里写的啊 其实没有十八路 咱每次说到演义里 想跟他提醒一句 演义里说十八路诸侯 然后怎么怎么 围攻董卓 然后董卓烧了洛阳 然后迁都长安 迁都长安的时候 然后在行阳 怎么这个阻击他 这行阳 这个明明是在洛阳的东边 那行阳在河南中间 但是这个从洛阳去长安 是往西走 过同关 然后就去长安了 所以董卓不管怎么 绕远 他也不会 从洛阳出发 然后他跑行阳去了 然后在那儿 跟大家打一通 这说明这行阳不对啊 再有一个就是这关云长 这过五关转流将的时候 然后其中有一关就在行阳 三个演义里 关云长是关渡之后 北上去找刘备 北上去找刘备的时候 他就在去河北了 他没事跑到行阳来 然后就为了多展俩人 多过俩关嘛 然后这又有问题 但是呢 过五关转流将那行阳 按照他写那个路线呢 这回又对了 又跑到这洛阳东边来了 漏勺的地方 先拿出来说说啊 至于创作的地方呢 很多都非常精彩 但是与正史不符 这个咱们随时聊到某个人 某件事的时候 咱们再随时说啊 这个演义里怎么写的 正史里怎么写的 咱就不在这统一说了 现在这个书归正传 聊了这么半天才书归正传 但是书归正传的时候 还是没开始 咱们这个梦幻团队 因为我还是想有个总论 就是先给大家稍微的说说 我心里的位属这三国 大致是啥样的 然后咱们才能最后说到 圣啊败啊 是因为什么 因为人 因为地理 还是因为经济 因为军事等等 我总结了一下啊 这三国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总结过啊 但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这三国分别占了一个优势 中国自古这个说成大事吧 叫天时地利人和 这三国呢 我觉得各占了一个 卫占了天时 蜀占了地利 吴占了人和 卫天时 这当然了 因为他占的就是 中国最重要的那块地方 那个时候说到中国 就是卫那块地方才叫中国 什么蜀啊 江南啦 等等 那都是遍地区 远远不是今天啊 今天蜀是天府之国 今天江南是中国最最重要 最繁华的地方 跟吴跟蜀的贡献有点关系 尤其是吴 吴开发的江南啊 让江南才成为后来冬近能南渡 吴去的时候 江南还到处都是少民族 远没开化 所以吴蜀都不是真正中国的核心 中国的核心不光是一块土地啊 更重要的是正统 什么叫正统呢 就是皇帝在就是正统嘛 所以这个卫战这块地方呢 长安西汉的首都 洛阳东汉的首都 然后就是许昌汉县帝放那了 那也是都城啊 皇帝不在能下都城吗 所以卫战了正统的皇帝在这 所以一直就是比其他人有优势 邪天子以令诸侯嘛 所以天使在卫这里 这个蜀的地理就不用说了啊 一叙系 微护高在蜀道南 南于上青天 这个一叙系是一四川方言啊 我不知道四川现在还这么说不这么说 反正在当年一叙系就是四川人只要看到一个事儿 特别惊奇特别赞叹特别惊叹就一叙系 所以这个蜀道南咱就不多说了 蜀占了地利所以才能活了那么几十年嘛 大家想想蜀只要守住俩地儿 北边建门关南边这个汉水就基本上守住了啊 刘备如果不是因为被人抢进去的打进去那是非常非常难啊 蜀到后来也是就每次外族入侵也好 还是这个战乱也好 蜀都是最后被攻陷的啊 因为那地儿确实难打 所以占了一个地利 吴呢占了一个人和 因为地利对吴来说其实不是真的地利 江这个东西是双面刀 而且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南方政权 没有人拿长江当天险 拿长江当天险都死得可快 中国自古有句话叫守江必守怀 一定要潜出到长江以北 大家看到这吴魏之间的大战 主要是在长江北岸打的 合肥啦寿春等等这些地方 江怀之间 所以没有人说退到江南去拿长江当一个天险 长江不是天险 那个时候的能力完全没问题 要不然荆州怎么那么快就完蛋了呢 荆州也有长江啊 所以这个长江不是他的地利 天时他也没有 但是他人和 这人和呢稍微多说两句 首先一个人和 就是孙家父子兄弟 这个是三国历头最让人羡慕的 大家想想这曹家父子兄弟之间 虽然都是人中龙凤啊 曹操也是这个文武双全的大师 曹批也文武双全 曹植虽然不能打仗 打仗的时候这个装肚子疼 然后就喝醉了不去 但是曹植还有一兄弟 他俩加起来又是文武双全 就是曹张 曹操这几个儿子 连那会称相的曹冲 都能算是这个宜人节 但是夭折了啊 但是这歌里边他不合呀 他互相要弄啊 主斗然斗其斗在府中气 本事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所以人和首先是这个家得和呀 刘备比较倒霉 确实没出现这问题 因为他就姨儿子 姨儿子是著名的阿斗 所以这人这刘备是比较倒霉 而且刘备还缺了另外一件东西 那个是魏跟吴都有了 在人和上 就是刘备是三国里头 唯一一个异地创业的 离他家万里 他跑到这四川去创业 当地的人才 当地的等等一切吧 都跟他生蜀 这就是为什么蜀国 这个勒布斯蜀不光是流产 这个蜀国始终也没有凝聚成一个 充满了爱国主义 充满了凝聚力的这样一个国家 因为他异地创业 他没有那么多的乡党 没有那么多兄弟姐妹 没有那么多连金 没有那么多这那 就哥里哥跑到那去了 所以他这人和也不行 虽然有个刘关章 有个赵云 但是那远远不够 几个光能上阵 拿刀砍的 再加一注个量 那远远不够 你要统治一个国家 吴呢 这人和是从上到下的人和 最重要的是这父子兄弟 也都是人杰呀 这孙奸 孙策 孙权 都是人杰 而且在吴国 大家自己都觉得 好像孙权不如他哥他爸 他哥他爸都那种 文武双全 雄才大略 孙权好像差一点 但是就差一点也是 生子当如孙仲谋啊 这是曹操说的 曹操看见孙权 在江上来回来去的 就在镇前 然后长叹一声 生子当如孙仲谋 当然其实这句话 不该由曹操叹啊 曹操这几个儿子 就除了不和以外 都是人杰 其实生子当如孙仲谋 应该由刘备说 刘备看见孙权 应该说 哎呀 生子当如孙仲谋 怎么能生一阿斗呢 而且这孙家 不光是父子兄弟 齐心协力 前赴后继 而且人在家乡创业 这孙家世代做官 就是在吴郡 为什么这国家叫吴啊 世代就在吴郡做官 虽然官不大吧 但是那也是聚集了 一帮兄弟啊 一帮姐妹连接 等等等等 大家想想这孙策 跟周瑜什么关系 孙策跟周瑜就是连接 而且他俩不是因为大乔小乔才成了这个兄弟 他俩本来就是兄弟 本来就是年轻时候一块创业 然后一块去了大乔跟小乔 而大乔跟小乔其实是周瑜给找来的 然后周瑜说妹妹归我 哥哥归你 哎 哈哈哈哈 姐姐归你 姐姐归老大 这个孙策跟周瑜同岁 孙策大概比周瑜大俩越 然后这周瑜跟鲁肃 他的继任者 那也是从小的感情啊 周瑜那打打杀杀 找鲁肃他们家有钱 找鲁肃要粮食 鲁肃说我们家就俩粮仓 有一粮仓归你了 做感情小时候 你想想 然后再接下来陆逊 陆逊就是孙权他女婿 各个文武双全 这个大家想 吴国的统帅 就是总司令吧 这历任啊 周瑜 鲁肃 吕蒙 陆逊 全都文武双全 说实在的 大家排排这个 未属吴的这些人才 像吴国人才这么均衡 这么齐备 而且这么团结 这么上下一心 而且吴国的人民 对孙家的感情 一直到吴国都灭了 吴国的知识分子 写东西 三都父 等等等等 还深切的在怀念故国 啊 这鼠可没有这个啊 鼠这个没灭的时候 鼠帝的名士 就根本看不上 你们外来的这些军阀 鼠帝有一大名士叫刘霸 当然也是这个 流落到鼠帝去的啊 啊 刘霸去了 那得中庸名士嘛 这个未进南北朝时代 名士是最大资源啊 还不光是因为你的能力 还要因为你的名声 张飞去找刘八 刘八一句话都不跟他说 他不理他 说你哪来的 外来的一个武夫 然后朱亮还劝刘八 说你你那个 跟我们张飞说两句 人家战功捉住 刘八说我没话跟他说 然后传到孙权耳朵里 这事儿 孙权都乐了 说刘八要跟张飞说话 他就不是刘八了 然后这些蜀中名士 和曹操那些名士们 互相还通信 互相惺惺相惜 根本就没把你们来的 这外来军阀政权 当成一回事 所以始终就没有造成 这个人和 所以朱格亮一完 就完了 没人了 所以从最开始 荆州去那些人 朱格亮完了以后 就一切就衰落了 所以最后投降也是 最后那大名士乔州 乔州就说了一番话 跟刘产 说你如何如何如何 那边正统等等 刘产的投降 这陈寿呢 多说一句啊 这三国制的这个陈寿 这个作者 他就是蜀国人 而是他就是乔州的 这个学生 而且他不但是蜀国人 蜀国灭亡的时候 他都已经三十岁了 他已经在蜀国做官了 当过姜维的主部 就很小的官 然后当过这个官阁令使 但这官阁令使 不是使官啊 蜀国没有设使官 这个魏国跟吴国 都有使官 更从一个侧面 说明了这个蜀国 是一个外来的 军事殖民政权 他没拿这儿 当自己的国家 他打算北伐 恢复中原以后 才是内国 才休使 所以他没有当使官 在蜀国 但是到了晋的时候 他当了一个小的使官 叫做著作郎 陈寿是自个在家 就把这个三国志给写了 写了以后就搁家里了 知道他死了以后 晋朝朝廷上有人推荐 说陈寿很有才啊 听说他写了三国志 这个趁他死了 赶紧上他家抄来 皇上才下令 赶紧跑陈寿他们家 就去把那抄下来了 那三国志才流传于世 所以最后陈寿 写三国志的时候 当然也参考了 魏和吴的一些史书 比如说魏书啦 魏略 魏略也是一丝传的历史啊 也是哥们自个儿写的 吴书啊 但是到蜀国的时候 就没任何史可参考 就自己收集资料 所以在三国志里 蜀国写最短 大家想想 如果蜀国是一个 人和的国家 如果蜀国是一个 上下有凝聚力 百姓人民 对这个政权 对外来政权 是有情感的 陈寿是不会那么写史 陈寿写史 是完全彻底的 站在魏的立场上 大家说 为什么魏写了正统 不是这个禁灭了魏吗 禁没有灭魏 魏没有灭汉 咱们之前 用了好几期 讲过这个善让这个事 汉善让给了魏 然后是这个魏善让给了禁 所以如果你不是正统 你善让给我 那我也不是正统了 那必须得你是正统 我才是正统 所以善让导致了魏觉得 我是汉的正统 因为是汉宪帝善让给我 你刘备 别吹牛 你是什么中山静王 你出草节的 所以善让导致魏必须是正统 所以他必须写魏是正统 他写到魏国的这些皇帝的时候 都用本纪 大家知道这24时 都是纪传体历史 皇帝都用本纪 项羽没当过皇帝 但是充满了感情的司马迁 写项羽的时候 也写项羽本纪 虽然他不是武帝 不是文帝 这个就是除了魏国皇帝 其他国家的皇帝 就都是赚 那就跟大臣一样 对蜀国没任何感情 大概就是魏天时 占了正统 蜀地利 占了天险 吴仁和 占了这个君臣一心 而且诸葛亮在龙中队的时候 就跟刘备说过这样的话 就说这个孙权在吴 以经三世 贤能为之所用 大概是这意思吧 就是他们上下一心 说这个没法供 所以咱们就去四川比较好 这就是这三国家 各占了一个 所以才能三国嘛 如果有一国家 就直接占俩 这三国就形成 三国鼎立 他就直接统一了 好 三国 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这三国家的性质 很有意思 一个像罗马帝国 就是正式的在建设 一个伟大的帝国 一个像欧洲的中世纪 那些封建领主 占了块地 然后自己搞 自己的生存 然后自己去航海 一个呢 就像这个骑士团 这个狮子军 骑士团 条顿骑士团 所以他也探索了军事殖民 一切先军政治 以打弹为主 卫国呢 是拥有军队的国家 蜀国呢 叫拥有国家的军队 所以这就是 三国家的性质 完全的不同 那三国家真正的 三分鼎立的以后 其实主要的就是 打这三个结 威蜀之间 其实就是汉州 吴国跟魏国之间 打一个结 就是合肥 无数人主要是 争青州 下马上的结 铁国山丘 遇见十九岁的我 带着一双白手套 喝着我的喜酒 她问我幸福与否 是否永远了忧愁 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 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我说我曾经挽留 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 那个历深爱的小牛 假了隔壁的妄梦 我问她幸福与否 她哭着点了点头 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 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 就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回到二十岁狂奔的路口 做个心带硬直的歌手 就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你这背影婆娑的人流 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 挥挥一袖 越过山丘 欲见六十岁的我 揉着一根白手杖 才听鸟儿歌唱 我问她幸福与否 她笑着白了白手 在她身边围绕着一群 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 她说你不必挽留 爱是一个人的等候 等到黄定开出了花 这里就是天下 总有人幸福白头 总有人扑着分手 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 都是显给岁月的虚取 就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去到六十岁天下的渡口 奔着背一条小转接走 就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随着熙熙嚷嚷的人流 随着开满鲜花的山丘 灰灰衣袖 越过山丘 遇见十九岁的我 戴着一双白手套 合着我的祈求 她问我幸福与否 是否永别了忧愁 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 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更新的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